好那我們要先介紹第一個叫做地殼 地殼有分做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 有被海水覆蓋的部分我們稱為海洋 那個地殼叫海洋地殼 沒有海水覆蓋就是所謂的大陸地殼 大陸地殼海洋地殼有一些不同 大陸地殼比較厚 海洋地殼比較薄 講義上有比較完整的數字 我這裡只有寫平均35公里 平均7公里 不過不管有沒有完整都不用背 我講過所有數字除非我要你背通通都不用背 那是比較厚比較薄 但重點是大陸地殼比較厚但是密度比較小 海洋地殼比較薄但是密度比較大 高中會有一個均衡學說 底下往上撐的力量一樣 一個比較薄一個比較厚結果重量一樣 所以薄的密度大厚的密度小 高中在處理我們國中不處理 但是你要給我記住 海洋地殼比較薄密度比較大 因為我後面要用 我後面要用這件事情 我未來用這件事情 海洋地殼密度比較大 他們的組成不太一樣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質層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質層 什麼叫岩質層啊 講義上有著名跟你說 就是密度比重相似的 密度比重跟花崗岩相似的叫做花崗岩質層 密度比重跟海 玄武岩相似叫做海 叫做玄武岩質層 所以大陸地殼是花崗岩質層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質層 很少人問你大陸地殼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愛問你海洋地殼什麼東西 因為要跟後面的海底擴張懸縮有關係 所以你跟我背行 海洋地殼玄武岩質 這個你要背行 因為這個常有人會問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質 這是不同 好 要請你背下來 大陸地殼比較厚但是密度比較小 海洋地殼比較薄但是密度比較大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質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質 玄武岩質 這個就看看就算了 高中比較會有這件事 有些陸地上面是花崗岩下面會有玄武岩 那是因為一些百塊什麼就那麼關心 這件事情對國中生很重要 就是說一下看過就好 在高中生的時候會提到 前面就是跟你講過的 有關於地殼的部分 記住大陸地殼比較厚但密度比較小 海洋地殼比較薄但密度比較大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質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質 請把這些內容都給我背行